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上课 上的标题呢 为六之三 搜寻的原理与范例 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本介绍 我们两个搜寻演算法 第一个叫做循序搜寻法 第二个叫做二元搜寻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搜寻问题 在或不在 什么意思呢 目标资料是否在原始资料里 第二个 我们要找几次才知道 如果 目标资料在原始资料中 那么在原始资料中 我们要找几次 我们才能知道 在 如果不在 意思是目标资料不在原始资料中 那么我们在原始资料中 我们要找几次才能够知道 不在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子 原始资料有八五十一七 共五个数字 那如果搜寻的目标资料 是十 那它在原始资料吗 如果在 我们要找几次才知道 如果不在 我们要找几次才知道 那我们看一下 十 那我们应该做比对 第一个八 第二个五 第三个十 那当然是在 而且我们要找三次 如果搜寻的目标资料是九 那它在原始资料里吗 我们要找几次才知道 第一个八 不是第二个五 第三个十 第四个一 第五个七 我们要不在 因为我们要找了五次发现它不在 好 那我们看一下巡讯搜寻法 它观念 从原始资料取出资料 依序足隔与目标资料做比较 直到找到目标资料 或找完所有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八五十一七 我们目标资料是十 第一个比 第二个五 第三个十 我们找了三次 我们才找到 原始资料八五十一七 我们目标资料是九 如果我们找不到呢 我们要做几次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我们找了五次发现都没有 已经把所谓原始资料里面 通通都找过了 发现都没有 我们找了五次 我们看一下 程式 先从数字一到一百中 随区取出五十个数字 并将这五十个数字 放入一个原始资料里 第二个 请使用者任意输入一个数字 作为目标资料 第三个 从原始资料中 依序取出一个数字 以目标资料进行比对 第四个 如果目标资料 与原始资料的数字相同 则说出找到了 位于第几个数字 如果从原始资料里 都找不到 与目标资料的数字相同 则说出没有符合的数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第一句话 先从数字一到一百中 随区取出五十个数字 并将这五个数字 五十个数字 放入一个原始资料里 首先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清单 它的名称叫做原始资料 那我们看一下程式码 点一下旗子 删除原始资料的所有项目 重复五十次 添加随区取出一到一百到原始资料里 第二个 请使用者任意输入一个数字 作为目标资料 那我们看一下 询问 请输入要搜寻的数字一到一百 并等待 然后有一个询问的答案 下方红色框框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句话 同原始资料中 依序取出一个数字以目标资料进行比对 那如何取出一个数字呢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变数 它的名称叫做位置 那位置设为变数位置设为1 位置每次改变1 那我们程式码就变成这样 在原始资料中 依序取出的数字 以目标资料进行比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进行比对呢 那就是有个等号 询问的答案 等于原始资料的地位置向 再来程式 从原始资料中 依序取出一个数字 以目标资料进行比对 原始资料中 依序取出的数字 以目标资料进行比对 那我们就是询问的答案 跟原始资料的地几个位置向 那如果原始资料中找不到呢 表示什么 表示 位置大于50 因为我们是1一个找 如果找到50 就是在最后一个 那比50还要大 就是51 表示他找不到 因为我们表示 我们通通都找过了 两者合并为一个办断是 用或还是且 当然是用或 因为有可能是找到 或者是找不到 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判断式 第三个 从原始资料中 依序取出一个数字 以目标资料进行比对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必须要建议一个回圈 整个程式码为这样 重复直到 刚刚那个判断式 然后说出 那为什么程式中需要说出 就是这个框框处 就是箭头所指的框框处 那为了清楚看见程式执行的步骤 如果目标资料 原始资料的数字相同 则说出找到了 位于第几个数字找到的条件 为询问的答案 等于原始资料的地位之项 如果从原始资料里都找不到呢 那我们表示 我们的位置大于50 那我们将45合并写成一个程式 这是4这是5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合并就变成这样 如果位置大于50 那么说出没有符合的数字 两秒 或者是否则说出 找到了位于第几个位置的数字 两秒 再来看一下程式码 搜寻演算码的所有程式码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做这一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循序搜寻法的结余 原始资料有8 5 11 7 共5个数字嘛 那如果目标资料在10 他有在原始资料吗 要找几次才知道 在 我们要找三次 最多要找几次 最多要找五次 如果搜寻的目标9 在原始资料吗 要找几次才知道 我们发现了8 5 11 7 里面没有9 所以答案是不太 而且我们要找五次 最多找五次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用搜寻 寻序搜寻法 如果我们有100个数字 我们要能够判断找到或找不到 我们最多要找几次 最多要找100次 好 那我们看一下结语 观念 从原始资料取出数字 依序逐个与目标资料做比较 知道找到目标资料 或者是找完所有的原始资料 程式 他建立一个清单 建立一个变数 清单的名称叫做原始资料 变数的名称叫做位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二元搜寻法